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该怎么通过谦逊的探寻进行诚恳的反馈 首先我来分享一个故事 某企业市场总监Henry和总经理Frank 关系最近有些不和谐 因为Henry发现 有时候Frank会跳过他和他手下的市场部同事开会 询问他们对工作的看法 甚至直接安排工作 这个行为让Henry非常不快 而在Frank看来 Henry有一次在公开会议上 当众表达了和他关于新产品定价策略的一个不同的观点 这个行为让Frank觉得有些难堪 所以他开始疏远Henry 更愿意和其他高管沟通 Henry想找Frank好好聊一次 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比较纠结的是 他不确定要不要告诉Frank 他自己不满意的原因 如果你是Henry 你该如何和Frank沟通呢 是沉默不说 还是坦诚相告呢 先来剖析一下 为什么下集对上集表现不满意的时候 往往选择隐而不说的方式 可能的原因是这么几个吧 比如有人认为说出来就是为难上集 那么他们就会遭到上集的一个挑战 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发展 也有人认为上集应该洞察自身 对于团队问题的一个影响 所以他们密而不宣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 从小教育我们要给他人面子 要学会人 但根据我多年作为总裁教练的经验 说出来的收益 往往要远远大于不说的风险 如果隐而不说沉默 上集就无法知道你那个郁闷的 一个真实的感受 也不知道他自己哪里没有做好 上集也就没有机会改进 问题依然存在 这样的结果是双输 而正确的做法 遇到工作不顺的情况 下属应该向上集谦逊探寻 诚恳反馈 这样不仅可以化解矛盾 达成共识 还能促进双方成长 那什么是谦逊的探寻 诚恳反馈呢 企业文化组织心理学领域的 开创者和奠基人 爱德加沙英对谦逊探寻的电影是这样的 谦逊的探寻是使人把话说出来的艺术 是在对他人好奇和兴趣的基础上建立交往的艺术 而诚恳反馈 只是真诚地告诉对方你对他的一个真实的看法 谦逊的探寻 诚恳的反馈 这里指的是下属以谦逊客观的态度向上级说清现状 不断地探寻 引导上级说出自己的想法 并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从而带给上级新的启发 为什么下属需要对上级谦逊探寻和诚恳反馈呢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重要的理论 叫乔哈里窗 你可以在文字版上看到这一张图 美国心理学家Joseph和Harry 对人际沟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根据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 和他人知道以及他人不知道 这两个横向和纵向的维度 将能计沟通信息划分为四个区域 分别叫开放区 盲目区 隐秘区 和未知区 这个理论就被称为乔哈里窗 如果一个事情你知道 但上级不知道 你又隐瞒不说 就会导致上级的盲区 事实上 没有一个上级是完美的 上级的迅速成长 其实很大程度 也依赖于下手的一个反馈 企业要发展 不应该只有一个名义上的领导 而是每一个下属都可以发挥领导力 上级为下属的成长负责 同时下属也应该为上级成为更好的领导担责 无论你身居何位 给予他人诚恳的反馈 是每一个人成长最基础的一个能力 那么在工作中 怎样可以更好地给予上级诚恳的反馈呢 分享你一个很实用的工具 叫SBICS 它们分别是英文 Situation Behaviour Inference Consequence Suggestion 的一个缩写 也就是指情境 事实 影响 后果 和建议 这个给予他人的一个反馈工具 是来自于CCL 叫Center for Creative Leadership 这样一个领导力机构 那在一些跨国企业中 被广泛的采用 你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 和上级沟通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案例 做解释 那第一步 你要说明事件发生的情境 叫Situation 你要详细描述 观察到的 对对方行为发生的一个场景 比如地点 时间 参与者等 比如Henry可以说 Frank你好 上周五下午三点左右 我看到我部门的几个同事 在你的办公室开会 是吗 这样的一个探寻 就可以让Frank 回忆起过去事情 发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场景 那第二步 叫描述对方行为 Behavi 那你要带着好奇心去询问 这个步骤 Henry要用事实表达对方的行为 不做个人的假设和判断来评论 避免刺激对方 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这样 Henry可以直接问 有同事回来以后告诉我 您询问了 他们关于新产品定价的看法 也给他们指出了一些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且布置了一些工作任务 请问是这样的吗 您这样做的个目的是什么呢 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里提醒你 和上级沟通 不要听信和依赖于传闻 因为这可能包含 其他人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 会影响你对上级的反馈 所以 Henry要和Frank 确认一下 Henry听到的一个信息 是否属实 那正确的方式 也包括询问 上级这个行为背后的一个 真实的动机 或许 Frank 并不想这样做 只是因为上次Henry在公开场合 表达了对产品定价的一个 不同观点 所以Frank 也想听一下Henry的下手末的一个想法 那第三步 叫指出影响 那Henry呢 要告诉Frank 他的行为 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但是 只能是表达 感受 不能做评价 所以Henry可以这样说 Frank 你直接和我同事沟通 询问产品定价的看法 并且直接布置他们工作 我感觉啊 有些不舒服 那其他同事呢 也会有所顾虑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以后问到问题 当我们两观点不一致的时候 他们该听谁的 那第四步 叫描述后果 你要停顿 等待对方的一个反馈 Henry啊 要告诉Frank 这个行为啊 不仅是对Henry 以及Henry的团队 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也会对Frank本人 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个影响 比如Henry可以说 那Frank 如果这些事情 经常发生的话 我担心您会比较辛苦 会影响到 您总经理岗位的 一些重要的工作 我部门同事的工作呢 最好呢 应该是由我来单则管理 您觉得呢 这个时候啊 Henry就要学会 利用停顿的技巧 观察或者听取 Frank的一个反馈 提醒你 正确的沟通 不是自己一直在说话 而是说一些 然后停下来 了解对方 对自己刚才说的话 反馈是什么 Frank回应道 是的 Henry 你的说法我认同 那第五步呢 叫提出期待 或者建议 这一步是提出 你希望对方做出 怎样改变的一个想法 或者建议 比如Henry可以这样说 Frank 关于您和我们 部门同事的一个 沟通的方式 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可以和您分享一下吗 获得同意以后 Henry可以继续说 我希望您以后 如果想了解 市场部同事们 对新产品定价策略的想法 或者您有什么工作任务的一个建议 您可以事先告诉我 然后呢 我去跟我的团队沟通 最后呢 再反馈给您一个结果 这样的话 我的工作将更加有积极性 下属们也不会感到手足无措 您觉得怎么样 而错误的沟通方式呢 是这样说的 Frank 请您以后 不要再直接和我的下属 询问产品定价的事 并且直接布置工作任务 你看 通过对比 正确的方式和错误的方式不一样 正确的方式啊 要向上级说明 这一个建议的理由 并且呢 要用您觉得怎么样 这样一个提问呢 来听一下对方的个想法 那最终呢 双方选择一个可行的方案 达成一致 这里啊 我再送给你 谦逊探寻诚恳反馈的四个贴士 第一 注意场合 询问是否允许得到反馈 和上级沟通的时候 无论在什么场合 你需要始终保持礼貌 给予上级足够的尊重 另外 上级一般都比较忙 所以你想沟通的时候 最好先和上级预约它方便的时候 第二个贴士叫 先说一个上级做得不错的事情 谈话可以是从上级一个特别值得表扬的地方切入 可以是上级的态度或者行为 并说明这个行为给Henry带来的好处 产生什么样好的影响等等 第三个是叫然后带着好奇心 你要多使用提问和停顿技巧 和上级沟通的时候 如果沟通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建议你最多说30分钟 其他的时间 你要带着好奇心 多谦虚的一个提问 比如你要用 您觉得如何 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需要留给上级充分的时间 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去表达他做一个行为背后的 一个真正的一个动机的原因 这种教练对话的方法 就可以帮助你有效的和上级达成共识 并最终解决问题 最后你要感谢上级 不管对方是否最终采取什么行动 本次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机会和时间 要向上级表示感谢 让我晓得一下这节课的一个要点吧 遇到工作不顺的情况 你要知道 说出来的收益 往往远大于不说的风险 所以下属应该向上级谦逊的一个探寻 诚恳的反馈 这样不仅可以化解矛盾 还能促进双方的成长 实现双云 如果你想给予上级诚恳的反馈 你可以利用SBICS五步法和上级对话 SBICS分别是 第一步说明事件发生的情景 Situation 第二步描述对方的一个行为 Behaviour 要带着好奇心询问 第三步要指出影响 Inference 第四步要描述可能的后果 Consequence并停顿 第五步提出期待或者建议 Sajci 这节课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一讲 你将学习主动求教 获得上级对你想法的一个支持 好了 我们来到了今天的一个思考题 如果你的上级开会习惯是一言堂 从不了解窗会人员的一个真正的想法 会议后呢 对团队需要立即采取的行动 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具体要求 每次开会以后 大家就会觉得会议是无效的 那你该怎么样和他诚恳反馈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互动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